警方认为这应该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那么死者到底是谁呢 这是警方当时拍摄下的原始现场 如果不仔细看 很难发现灰烬里竟然还藏着一具尸体 基本上反正就是烧得很焦 就是心脏部位还有一点点就没烧掉 其他部位都烧掉了 像头骨都上半部分都已经烧毁了 纵火烧车 犯罪嫌疑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毁尸灭迹 那么死者是谁 又是谁要对他狠下杀手呢 身份就是因为这个车还有车牌 原来狡猾的犯罪嫌疑人白眯一书 他们烧毁了尸体 烧掉了车上原本应有的线索 但是金属质地的车牌 虽然经过烈火焚烧 号码却仍然清晰可辨 我们就查了这个车 这个车主是江瑞林 刚好这个江瑞林的家属 也是到他们当地派的所 就报了个案 这个男子就是江瑞林 就在案发前一天 他毫无征兆地失踪了 他一般来说是每一天的六点钟左右就会回来 后来到六点钟以后 就打电话给他 电话打不通 后来就我家里人去找 经过DNA信息比对 死者就是今年34岁的江瑞林 她是家中的独子 父亲手有残疾 母亲多病 两个孩子也才几岁 那肯定是全个我老公 我在家里带两个孩子 我又没出去赚钱 那你说还能怎样 我老公赚钱的他都不在了 你说还能怎样 我又在家 我又没出去挣钱 我婆婆跟母婆婆那么老了